周四,斯伊罗接受了《天空体育》的长篇专访,他表示自己无法接受除了前三名之外的成绩。 然而,在接受采访时,曼联民宿保罗帕克认为斯伊罗并非顶级职业球员,并且呼吁曼联出售斯伊罗,以下是采访实录。 再一次,他被俱乐部收购了,因为他在球场外可以做的事情对俱乐部来说很有价值。 他被买来安抚球迷,因为他减轻了高层的压力。 我认为斯伊罗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,他卖掉了很多球衣,从公关的角度看这么做很明智,对俱乐部来说太棒了。 我认为他也影响了其他球员的心态,关于如何成为一名顶级球员,成为一名顶级职业球员,斯伊罗是一名顶级球员,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,但我不会说他是顶级职业球员。 大家都忍不住谈论他是如何改变了饮食习惯,说他吃这个,吃那个,那又怎样,每个人都不一样,每个人的新陈代谢都不一样。 你的心态,你对待一切的方式,你备战比赛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。 他所拥有的一切太棒了,但是他认为他不一样,他喜欢认为自己不一样,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,这给很多球员带来了压力。 所以在球场上,他并没有像在球场之外那样取得成功,他不能扮演球队要求他扮演的角色,在索尔斯科亚执教时,他很难做到这一点,因为从理论上来讲,他不是英超联赛需要的那种中锋。 他不会去那样踢球,他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去边路踢球,所以你只能去适应,但说实话,这并没有奏效。 看看现在的足球,对曼联来说,如果他们希望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,回到他们应该在的地方,那么就不能让C罗留在球队中,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踢球方式,他去适应,他调整了自己,以不同的方式去踢中锋。 但是,在为尤文效力的时候,他总是在四处跑动。 这并不是像他之前那样大范围长时间跑动,而只是在禁区附近活动。 尤文可以把球控制在进攻三区,这样他们就可以总是制造出威胁,但曼联无法控球。 这是C罗和曼联,从理论上来讲,始终应该是曼联最重要。